善詞法師吉祥 今天我們會一齊學習感恩在出世間法中的意義是甚麼 法經中究竟是怎樣說的呢 在大方《廣如來不思議警戒經》中有說的 供養父母和尚 尊師及世間中曾治遙益賴其恩者 應念倍增報恩供養 何以故以知恩者須在生死不壞善根 不知恩者善根斷滅作諸惡葉 故諸如來稱讚知恩為貝恩者 所以佛教有知恩、報恩和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徒苦的價值觀 亦是我們修行的宗旨 剛才我聽到上報四重恩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四重恩我估計應該有四種 第一種你會說是甚麼呢 三寶恩 三寶恩代表佛法僧 佛就是佛陀 佛陀是一個很偉大的覺悟者 他在人類歷史中 二千六百多年前 就是由一個聖人去成佛 他以八上成道的身份 來到我們世間 去覺悟一套 令眾生脫離痛苦 超脫輪迴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佛法 佛法是需要有增保 增保即是出家人去弘揚 眾生因為得到出家人的教導 他可以對峙到煩惱 亦都可以解決生死輪迴的痛苦 眾生要得到三寶恩 先可以解除痛苦 我們又怎樣可以報答三寶恩呢 我們學習佛法 護持正法道場 努力修行 這個就是報三寶恩 其實這樣也不止 我們還要弘揚佛法 弘揚佛法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講經說法 是我們有恩緣的時候 我們是隨緣隨份 去為別人介紹 學習佛法 告訴別人 我們在佛法中得到的利益 自利利他 我見到有很多年青人 他身為佛教徒 但是他在跟別人相處的過程中 是隱瞞自己的身份 其實這個心態是很不應該的 上部四重恩裡面 我們就知道第一款就是報三寶恩 第二款我估計 在我們傳統華人社會裡面 報恩最直接了當想到的 就是父母的親恩 第二種是不是父母恩呢 是啊 父母恩個個都知道 心如大海 我們應該很盡心盡力地供養我們的父母 孝順我們的父母 其實最好的報父母恩 不是給物質滿足他們的 而是可以去引導他們 如何開啟智慧 認識佛法 在這一生他們是可以通過 學習佛法去有智慧 去對峙他的煩惱 將來他也可以了脫生死 超脫輪迴 這個才是真正的報父母恩 父母引育了我們 引育了這個世界的 還有大自然 山河大地都值得我們去保養 國土恩或者國家恩 我們山河大地 大自然給了我們人類很多水分 資源糧食 很多物質給了我們 國家安定 我們才可以安居樂業 如果我們身處水深火熱的環境 眾生如何得得安樂 這個世界和平的確不是必然 每分每秒在不同的地方 都可能出現一些矛盾 甚至是戰火 所以我們能夠身處和平之中 光安定的日子 都很值得我們感恩 其實我們佛教 是一個很注重環保的宗教 我們佛教說 除了對人 對動物有愛心 對我們的環境 是一條橋 一條路我們都不會破壞 我們那句說話 就是情與無情 同源種子 我們身處 我們面對所有的氣勢間 山河大地 我們不僅要注重 我們個人的耐心 心靈環保 我們還要去兼顧生態平衡 我們外護我們的環境 做一個守法乾糧的公民 還莊嚴我們的國土 這裡就是報國土恩 上部四重恩裡面 我們就了解了三部恩 父母恩 國土恩 還有一種恩 是什麼恩呢 眾生恩 我們佛教說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們和所有眾生 我們生生世世 在抗劫以來 在無恥以來 我們都曾經互為父母 眷屬 所以說 我們彼此都是有恩的 所有眾生 我們都是有恩的 還有呢 我們佛教說 恩與和合 很多事情 很多一件事 一件物 都是因為恩與和合而生 恩與和消滅而滅 我們每件事的成功 不是僥倖的 你是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很多人的付出 而這些人 你都是不認識的 萬物為一體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原因 去扶貧助學 去救災護身 因為你和我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緊密 大家都是眾生 其實最好報眾生恩 就是我們要做到斷惡修善 道眾生 我們佛教徒 是有一個很重的觀念 就是要將我們修行的功德 回向一切眾生 離苦得樂 我們每一次 読完經 做完法會 我們一定都會有 回向文去念 我們通常都會念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屠虎 若有見聞者 識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這就是我們報眾生恩 很具體的表現 今天非常多謝 善慈法師 和我們一齊了解了 上報四重恩 感恩法師 是